你好,欢迎收看3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旅会 吉安湘慈云山火葬场是花莲北区唯一的火化厂 承担起五个乡镇式的火化任务 县政府为了提升服务品质和量能 县长徐正位日前特别会见的吉安湘长游淑珍 双方就火化厂设施的设备更新改善的议题进行讨论 希望可以吸手打造永续生活、县民宜居的幸福城市 吉安湘慈云山火化厂为花莲县北区唯一的火化厂 承担起县内五乡镇式火化任务 但其中除了建物兴建至今已有36年 多出陆续出现渗水情况 现行的六座火化炉中有五座平均已经使用高达15年 都急需县府协助更新改善 那我们的一号炉、二号炉 接近21年的机组的一个老龄化 以及3号、4号、5号都已经迈入了16年以上 我相信我们从去年的空屋以10320万 将空屋的这个品质已经为广道国际化 也谢谢县长的挹注支持的力量 在这个机具的同时以外 我们要来进行长指的一个优化的工作 所以531万加178万的预算建设 要来跟县长做一个到位的报告以外 更要感谢县政府县长的关心 在去年的综合发展基金里面 亦住吉安乡这个9400万的一个综合发展基金的提案 也获得7400多万的一个亦住经费 至长1840万 我们希望县乡协力做好整个生命礼仪的一个到位的服务工作 为了提升县内的殡葬服务品质及量能 县长徐正伟在日前也特别会见吉安乡长游淑珍 并表示对于地方需求将尽力协助 经营碳盘的部分 现在是开始环境不断的在要求各地方 对于经营碳盘的部分 每一年自我体检还有做盘变 然后之后要有成绩 所以其实透过我们每一个新建案 其实可以开始做 所以无论是你们现在这个花通四期 你要分三期打坐 所以在设计规划里面 我们一定要先要求怎样可以做到净凌碳 还有直栽的树种 树种它的那个锡碳 台阳量这个部分还是要挑 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生命园区的情况 面对全球净凌碳排浪潮 县长徐正伟也建议 可以在进行监物防水的同时 考量增加屋顶太阳能光电板 实践地方绿能 共同朝向2050年净凌碳排目标迈进 此外民政处长明良真 也肯定捷案乡推动殡葬业务的努力 希望公所在法规与制度 作为各乡正式的领头羊 记者徐立琴华电视报道